哈喽小伙伴们 今天呢 我们来教大家反手球 很多评论区嘛 老是让我去教 但是我不愿意教反手 为什么呢 就是业余选手尽量不打反手 迫不得已没办法 那咱们再用反手 好 首先呢 是一般是从中场要启动的 当你看断来球 确实自己没有办法去测身转体的时候 没有办法要用反手 所以我们步伐的时候不是说向正后方去退 正后方退的话 你这个球是很难发力的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向后的时候 其实我做支撑的时候是一个45度角 或者说是半侧身的 半侧身 不能完完全全正对着后方 然后再一个 大家是握拍 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我握拍喜欢什么呢 特别是我要想打对角线的时候 我握拍食指和拇指 就这样 你看看 跟我的拍面是什么感觉 是这么来的 这样的话我发地对角线是比较顺畅的 不容易出界 然后后面说到发力 发力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是完全是从后向前发力 没法发力 我们前摆臂的时候 其实是从我们的左肩 左肩的位置有一个引拍 挥拍这么一个过程 从左向右 然后最后再向前发力 用小臂的发力 然后最后说一下机油点 机油点大家不要着急去抢高点打 为什么 你已经被动了 你抢高点之后 你的重心会失去 你看我的位置 拉开了 所以你不如等球落下来 你舒服的时候去发力 计完球之后 便与我回位 连贯下一排 等球落下来 不着急 发力 等落下来 不着急 发力 发力 千万不要 就着急 这个位置就拉开了 等球下来 看准发力就好了 啊 不着急 好